原歸颱風讓中部山區強風豪雨 福壽山農場這裡真的是兩樣情 原本10月波斯局盛開 現在全部被颱風給掃光 花旗之後提早結束 幸運的是農場最有名的蜜蘋果 都挺住了 福壽山農場原本盛開的波斯局 被原歸颱風萬人環流的強風豪雨掃過 幾乎全部倒光 等於花旗提早結束了 農場波斯局的繽紛花海 是每年10月重頭戲 這次颱風雖然沒登陸 但強風卻把波斯局掃掉了八九成 幸運的是農場最有名的蜜蘋果 挺過風雨的侵襲 只有少數落果 也讓工作人員鬆了一口氣 持續進入秋天 農場鴛鴦湖的枫葉開始轉紅 也預告賞風季節即將到來 而這幾天受到颱風影響 上山道路有樹枝倒下或落實的情況 農場也進行道路預警封閉 民眾上山之前 最好先詢問交通狀況 華視界文 黃主楊宗穎 台中報導 長山道桌 馬行 馬行 馬行